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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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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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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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料头准备一下,泡椒切切 酸姜切成丁 大蒜子给你改小块点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点葱白段 葱叶和香菜梗也要一点 看一下这淡淡熟了没有,用筷子插一下看一下 这样子挤,没想到姜飙出来的话就算熟了 好,熟了,把它倒出来 冲洗干净 哇,炒完水还是那么大 锅热下油,把料头放进去 料头炒香下入冻鸡蛋 这个时候下入米酒 再给多一点啊 让米酒带走它的稍微 生抽 蚝油 加点老抽上色 加入一勺瓣清水 这个时候把鸡蛋放进去 给一小勺盐 一点点白糖提鲜 一点点鸡精提鲜 盖上盖子给它焖烧 两分钟 差不多的打开盖子 哎哟,爽啊 最后给它来点胡椒粉 生粉水勾销芡 最后最后给它注入灵魂 这是香喷喷的红油啊 撒上香菜葱段 翻炒两下,完美出锅 看下,还是蛮大哥的 像这种食材就要用酸辣 或者是麻辣的做法来做 这样子的话就没什么腥味了 看下,水水锅子 好 这边是艾伸蛋 这里是不门鸡蛋 剩下这手转使不下了 我失望了 głЗд露啊 活 lequel 始细点 第一个房子 什细湖 其实,我不懂这样吃,正确嘛 根本尴尬 词字幕 时